基隆传出了两名远警确诊 分别为基隆第一第二分局的侦察队队长还有小队长 两个分局总共匡列了53名远警居隔 123个人自主健康管理 而其中这位确诊的侦察队队长 他才刚参加完一场200多人出席的警戒表扬参序 那么期间还曾经跟基隆市长林又昌脱口罩和引流念引发担忧 就很担心说这条警戒的传播链会不会一路的烧到整台 工作人员全副武装在警局周遭来回清销 基隆警方传出两名远警确诊 期间还有一位确诊个案曾参加警戒表扬参序 还原当时聚餐现场 这场表扬大会席开20桌约200人出席 虽然现场落实防疫规定没有逐桌禁酒 但这名确诊的侦察队长曾和基隆市长林又昌脱口罩和引十几秒 期间还有握手表扬 基本上在那一桌是一定要居家隔离 然后旁边的几桌我们现在正在匡列一定要裁剪 除了同桌共餐的远警都要居隔 这次确诊的侦察队队长和小队长分属基隆第一和第二分局 卫生局共匡列53名同仁隔离 123人自主健康管理 匡列范围相当大 是否会影响基隆的刑事案件侦办 由于欧默狂病毒比以往的病毒株传染力更高 旧有医师指出市长和确诊侦察队长接触的这短短几秒 将成为是否染疫的关键 如果就以这一次一次的拍照可能几秒钟 那如果当下并没有一个直接的飞沫的接触 那虽然说其实距离很近 那不见得一定会被传染 大概一个礼拜内都还是一个需要去密切观察的一个时间点 只是在接获通知的当天 林又昌上午才刚出席朝进智能海洋馆的开幕活动 几十人的大合影一样没戴口罩 旁边还站着教育部长潘文中 还好林又昌第一次PCR结果出炉是阴性 接下来几天也将成为关键期 确保传播链不会从警戒一路烧到政坛 记者蔡志恒基隆报道